图板国小根据教育部颁定的实验教育三法 经过了一年的筹备 终于正式接牌 课程的设计除了和原住民族的 岁时记忆结合之外 还舍弃了文字以及符号的方式 改用图形来教导数学 目前正在举行的是我们射箭队 我们射箭队的多元展人课程的演出 射箭是排完组的文化 这是日后图板文化实验小学的正式课程 正统的岁时记忆 将来也是这所学校必交的文化 比较让人惊讶的是 连数学这种硬邦邦的学科 竟然也能够和排完组这三个字相结合 你数学题目出现一个 有关于火车列车的这种 几点开几点回来 总共有几帮列车 不要看后面的字 只要它能结印这两个字就让它迷糊 那我们现在换回来 其实我们用山上 其实我们山上有很多的高速公路 它是山山的高速公路 山珠的高速公路 孩子其实更了解 所谓的那种时间的交换 校长描述的教学差异 从教材上看来一然无疑 盛大的五年纪成为初题的导演 简单的面积比例 用一般的教材语言来描述 或许不容易理解 但换成熟悉的剑靶 小学生都看得懂 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都了解 我们的自己的本身的文化 你看我们到现在我们都不太懂 我们也不懂到底文化是什么 小孩子现在在学 他回家还可以告诉我们 文化实验学校就是要连课程设计都能够切合学生的生活和日常 以武散为名 透过课程的改变 培育出排湾族未来的继承人 或许不再是梦想 记者赖永诚大人相报道